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野员视频 野员啊 这一期给大家带的是两个队伍的对黑局啊 这边还是打的一个cd模式 其实这场比赛在昨天晚上打的时候野员有录制的 只是当时没开直播 然后我结果拨着拨着我就啊 当中可能打什么字吧 我莫名其妙的可能按到了快捷键 然后把那个录的视频结果没录了暂停了 这个有点郁闷 因为这一局确实打的不错 然后野员打算把它重新再把它解说一遍 带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两支队伍呢 一边是这个 阴影的这个五部啊 是这个们 这个们 他是想打对黑 然后让我帮我们联系一支队伍 然后我们一方面啊 我这边好久好久没有路过 我们这边这支队伍的这个对黑了 也是找着队伍给他们练练 是吧 然后打的那个模式是打的一个cd模式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场的英雄 怎么突然一下子点了一个房间 好像很多房子这样的话先把它关掉先吧 我们来瞄一下 这边是双方 这边是搬了炸弹 全能船长跟森林 拿的这边是小牛 兔子 先上 天上方这边是拿了一个人马加飞机 其实从团战来看啊 其实这边要是先拿一个兔子加飞机的话 就感觉特别屌 真的特别屌 兔子抓是吧 然后配合飞机的大招 其实打团还是很凶的 这边先手抢了手人嘛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真的其实挺好的 然后对面是兔子加剑圣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英雄 非常非常不错 比方说冰龙配合这个兔子 对吧 兔子的团战的时候一个抓 然后配合冰龙的一个大招 然后再加上飞机的一个大招 这个团 我想说真的很好打 真的很好打 就算是一个酱油这个冰龙 酱油冰龙 只要让他慢慢的慢慢的摸出去把跳刀 团战的时候先手这边的 兔子有大招是吧 兔子 冰龙不要打 兔子一个短 团战无敌 真的无敌 这边后面的话天天方这边是补凤凰加亚伯顿 亚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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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那个 这个沃洛克 没没没拿 其实沃洛克这个英雄也是挺强的 线上消耗消耗能力特别强 好这边是最后手点的是小黑 然后既往这边阵容再来看一下 这边是拿了个大熊猫 冰龙 这样的话既往这个阵容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对线的话 有一个冰龙加这边的一个剑胜 前期在对线的时候特别好 好用 加上一个牛头的这个封路 只要牛头封到 冰龙 一般对象打天梯的时候 有的一个冰龙前期给一个威是吧 剑胜这边直接开转上去 基本上都是要出人头的 天才帮这边是一起开悟出来 想去对面找找人 你看剑胜这边还是出了鞋子 因为有冰旅在嘛 冰旅的减速配合剑胜的鞋子 前期劣势路混的人 一般都不会选择出鞋 这个只要被控 只要被减速到 基本上剑胜的一个转 加上有鞋 追着A的A的S 不管你多少前期嘛 这边是在这里点了眼 说一下这两支队伍吧 天才方这个队伍 好像以前他之前跟我在 邀请队伍的时候 他说他们之前也是打过熊猫杯吧 希望我们找一个比较稍微强一点的队伍跟他们打对吧 不是他们是打小熊猫杯的小组赛 让我找一个强一点的队伍 这边我也是特别打的 这就是昨天 路的时候 看是差不多10点钟 那时候路的时候后来被我关掉了 所以有点尴尬 然后这一局中端对线是拿了一个熊猫 熊猫这个英雄在对线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下 都会有两种打法 一种是阻那个地的 不是阻地 阻被动 是吧 然后前期学了那个一记的那个秘词就行了 就是卡对面的这个补刀的时间是吧 给他上 上一个秘词 给他一个地 这样的话他补刀补不过 慢慢的会压着出来 或者说找机会上去 用那个 诶他几下是吧 前期就不学踩了 因为想踩的话 蓝还是耗的挺多的 诶这边看一下 这边封住了 那是一脚踩 但是没办法 剑胜来了 这个一血凯斯要浇 当然最主流的打法还是血踩 是吧 有减速 有 有伤害 然后 中单熊猫的话 一般都会选 前期选 早点把个瓶子裸出来 这样的话消耗 然后没事 减速知道了 还能多A几下 这还是很强的 这边选择出了一个穷鬼盾 现在个人能力强的啊 有些个人能力强的 像 最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 我我所知道的 最开始的时候 是那个 诶 多他里面 原来有一个那个 QQO吧 就是 别人常说的 那个韩国市场林 他最初是 用那个 p p打中单 那p打中单 以前听说他掉了好多分啊 掉了好几百分 然后慢慢慢慢的强行又打上去 就是专门守p打中单 也是打了好久 然后后来默默的 慢慢的又发现 一些比方说 迪把斯啊 呃 剑圣 都有见过 啊 用来打中单 然后前期 这个穷鬼盾是必备的一个道具 像他这边也是做出来了 这样 这样前期的话 比较能扛一点 然后做出穷鬼盾了之后 然后过渡一个瓶子 这样的话 呃 有有服 能控的服就控服 控不到服的话 就用鸡来运 是吧 变鸟 都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边也这样子有加速点了几通 哎 封住他 这样的话 这个小黑其实挺伤的 前期为了点他 这样的话还过不去 这个没问题 再过来 你看这小黑 本来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样子一来的话 好多经验没吃到 其实不划算 你看这熊猫前期是出了熊鬼盾 是吧 特别肉 跟踩一脚 没消耗到 这小黑根本不怕你点 下路兵女加剑圣 啊 这边是凤凰加人马 这个有彩 凤凰有加血 如果是 裂束单的话 这个是双链嘛 也就是两个人混 所以没有太多问题 如果是裂单的话 这个肯定来一次死一次 这边已经给威了 牛头这个篝壳肯定也不会放 因为凤凰有地 能随时递走 这边是点一通 S取消 S取消 也是骗技能的 先生根本没有过去 是他杀不了 四分钟的符 熊猫这边控一下 这边吃了到五级 上路这个兔子 这是 我们这边都喜欢叫的小怪 确实也玩得不错 哎 耐斯 再追着A一下 哎 凤凰这边刚才想干嘛 那这样的话 他就死掉了 因为牛头刚才 勾后还没放的 这边地用过了 这个凤凰走不掉了 这刚才确实是一个失误 这亚伯顿 前击 好拼啊 虽然是个酱油亚伯顿 但是自己太穷了 哎 这边卡阴影看一下 吃魔 这个吃魔瓶 小黑追着点 但是好像要挨塔了 这边也是感觉情况不对劲 赶紧溜 哎 但是这边有个隐身牛过来了 怎么说怎么说 这边还在干还在干 小黑是不知道这边牛的 看牛牛 那是这一哥哥疯的了 那这样的话 小黑也是最后只能挣扎一下 放个沉默推一下 但是没办法 小黑打得有点拼啊 刚才第一时间没没点到的话 就应该放弃 不应该追到里面去 然后追到里面去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A了他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喝了口磨瓶了 再杀 杀不死 这样的话把自己的这个 打得好尴尬 小黑虽然攻击高 前期是吧 有点了光环的话 这个攻击高 但是这个熊猫 本才本来又 皮操肉厚的 然后加上有穷古盾 这个不好打 这样的话 小黑应该是前期 对象死了两次吧 这边再拉野 这边 露个人头 不好意思 加速 这样的话 这兵女 没吃到福 看一下看一下 一脚踩 我没踩死 这好尴尬 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都想笑了 人马 有点悲剧 他想卡一个时间 然后一脚把那个 肉山给踩死 结果流了一点点血 反倒是把那个仇恨转移过来了 这边有一个风 风楼没风到 结果肉山直接打他去了 把他给拍死了 结果肉山双杀 这边直接开转 疯狂一个地 走人 好熊猫这边是大六了的 小黑这边八级 前前虽然被杀了几次啊 但是他这个等级一点都不低 双方各打转下 但是没做到用 这边吃魔瓶 怎么说 这边往这边绕了 看有没有人TP 下路这边好像也是想杀这个凤凰 好 这个时候熊猫直接动手了 看着没降油 没降油过来 吹一个进化一个 这个时候还是想强杀 强行 然后再把他吹起来 这操作 秘 这个牛头过来了 但是还是要死 这边毕竟拼得太凶了啊 熊猫刚才那一段的那个操作也是很到位的啊 也是看到有两个人来了 怕被两个人同时输出 也是很好地利用那个吹风和一个进化 但是火熊猫前期那个三个熊猫嘛 前期输出火熊猫输出还是高一点 但是前期火熊猫被很早的A死了 然后等到这个熊猫大招完事之后 这个血又太低了 被人马收了一轮 前期从人头来看5比3 都还差不多 熊猫前期兑现的时候主要 哎 我们看一下 我靠 这边刚好开了个雾 两个人表示路过 看不到 你看不见我 看不见 好 这个熊猫 在网里面撤 但是 这一波熊猫是没大的 直接反打了 来一口 给个套子 撤 人马这边还想动 刚才上路这边也是产生人头 这边 没法捕捉了 刚才是这个兔子 单杀了一波 你看健身跟那个凤凤对线的时候 他这边是丝毫不吝啬自己的蓝 包括中路这个熊猫 是吧 其他的英雄 主要是因为这个季文方啊 他是有那个 一个兵率的 所以前期 兔子给离子套啊什么的 他都大胆 大胆的用这个技能去消耗 对面的消耗 肯定这个 跟不上 这个补给跟不上 不然的话这个兔子也没法单杀这个飞机 对吧 踩一脚 但是兔子应该有奔腾 哎呦 没办法 这边确实爆发有点小钢 这边来追 很可惜 这个季文方这边是有睁眼 应该是看到这个雅不能过来了 这边也是赶紧撤了 再点 其实这个玩法 小黑主光环的这个加点啊 点了很痛的真的好痛 一般选小黑阵容的话都是 呃 这个阵容里面 长手英雄会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整体的这个输出特别高 特别是这个小黑配合这个 小黑配合VS再加上一个毒龙 啊这这这种 是吧 毒龙本来就肉 然后加上这个 呃在前期又不错是吧 攻击力很高 然后加上VS的这个攻击光环 呃加上小黑的这边的一个 这一这样一个光环 点人特别痛 然后 他又能 特别能扛 所以才有了小黑这个推进的体系 哎现在看上了这一波 再吹起来 牛人进化 再追 哎丢了个石头 晕住 nice啊 这一波熊猫的操作很到位 刚才应该是一个极限的石头地 晕住了啊 这边是人马配合小黑的这一边 啊这边开悟赶 开悟赶 怎么说来着这边凤凰一个地 踢到后面去 啊这边是 怎么说来着 这边一个抓 我可这个一个抓要爆炸了感觉 很可惜啊 这边 爆发有点高 而且雅伯顿来得很及时 熊猫这边在打他跳到 哎一脚踩 踩了好多残血的 这样的话全部都要被板骨了 其实这个雅伯顿把自己打得太穷了 我我现在看他的感觉啊 十二分钟这边就一个小虐蟹 确实把自己打得太穷了 有点点没节奏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看对黑吧 不是他他个人能力不强 就是融合在队伍里面的时候 然后突然让他打一个酱油尾 是吧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好找节奏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嘛 这个跟对黑啊 还有打天地 这个对黑跟打天地去 绝对然不能对一个 一个打法 这边是飞机各种是在拉 拉远古 但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眼的 这个时候有眼的 那兵女看到了 我当时看这个时候我特别想笑 然后兵女看到了 感觉是在打野 但是又不敢上去 飞机的爆发确实有点高 我们现在看一下上路这边 这个兵女就藏在这里去吃惊艳 我们这里不看了 来看看这里 这边上路开稿 但是这边给了个奔腾 人马这边 饿奉 好像 好像应该打不起来吧 啊 这个兵女在这里吃惊艳吃的好爽 而且这个血条 你看 这边血条没多少了 健身来了 这边直接一个无敌斩 再看一下上路这边 呃 逃跑了被他逃跑了 这一个残血的 熊猫来了 熊猫来了 这边在杀兔子 兔子被兵女 啊 被这个切 哎 被小黑黏住了 小黑这边是选择出了一个 壁 章 一脚踩 切壁章 凤凰 后面 太烧想救他 这边是熊猫改变了一个输出目标 但是把它吹起来 这边还在追 熊猫再一脚踩减速切壁章 往后再推一下 往里面转 再切壁章 并率给了网 没办法 这边 已经被小黑秀了很多次了 但是这边一直在追 确实没办法 好 这边 追着 人马这边咬踩收了人头 我靠 来了 就是这个时候 凤凰一个递过来 但是 为什么 不管在这边停 你觉得自己的血量太少了 怕被 一脚弄死了嘛 那这样的话 这边是选择杀兵女了 哎呀兔子来了 一个抓 我去这配合 屌爆了 兔子给自己上一个离子套 然后往前面一组 啊 这一套有点屌 一踩 牛头一个F 这边兔子刚才是 应该是拿了个双杀吧 而且这一局兔子啊 很肥好吧 他是烈树鹿混的 刚才那一波 主要是 小飞是被 一堆人啊 你 缠住了 近身了 其他人没扛住 扛不住 这一局 亚伯顿这一边 确实打 把自己打得有点太穷了 凤凰也是 这两个点都有点穷 这边在选择拉野 这样的话 就是完全是为了 哦 我去这个兔子 要是过来这边拉了野的话 本来是想帮大哥拉野 可以囤野 但是对面有兔子这种 或者斧王这种英雄是吧 这边推一下 推大了 沉默到了 但是并没有推远 人马一脚 一脚空踩 没有没有卡好这个距离 一个地 这个牛头应该要躺 牛头应该是要躺的 这边烧死了 但是看一下这边熊猫 一脚跳踩 这边想切臂章 但是兔子近身了 这边有离子套的 还在里面抓 再切 我居然切出来了 但是被被兔子一个抓 这个近身了 你这个就没法切臂章了吧 我去 居然配合人马的开大 居然逃出来了 好这边吹起来 熊猫大招刚好玩了 凤凰在这个地方变弹 怎么说还在往里面追 往后面撤 但是熊猫 回头嗑一口魔瓶 虽然血不多 就剩一个无敌斩 这个开转 这个伤害刚好能够打到 这边就没法切臂章了 这边直接被弄死了 凤凰 输出差一点 全部残血 冰了一个罗瓦 我靠 这样抢人头 再一个冰箱减速 冻住啊 不是减速 冰箱是没有减速效果的 这一波又是让这个兔子 跟这个冰女拿了一波 收割 熊猫刚才 这里差一点点死了 差一点点死了 撤退及时 然后刺口魔瓶回头再一脚踩 这边 直接又打回去了 其实从这几波来看吧 小黑的那几波切臂章 真的是玩的挺溜的 但是这个这个道具 怎么说呢 对小黑来说 却感觉不是特别合适 不是特别合适 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这边确实没人扛 这边直接都倒到小黑脸上了 其他的英雄一个都扛不了 那凤凰这边选择出个点进 一般凤凰都会选择出点进的 这个也没问题 而且他这个点能够做出点进手 其实也 也还不错 说明他的经济情况还挺 这样的话后续看看能不能往后面拖一拖 熊猫在这边 这亚伯顿表示上来看一看 给套子想想干嘛 你这血量900多点血量想干嘛 这边直接把大招给打出来了 这边开幻象 亚伯顿现在是没大的 人们一起要踩 哎 咬掉了 他招我没开出来 哦 飞机这个爆发还是挺高的 哎 这亚伯顿该不会被换向S了吧 好没有问题了 这边选择去打盾 但是这个地方是有眼的 这一波有眼感觉会出事 感觉会出事 现在人头比是一个19比17 双方S差不多 但是这一波打盾 这一波打盾 感觉有点伤啊 残血牛头 牛头又有跳 有跳刀了 我这一个跳刀 直接把对面全打残了 然后配个兵女一个大招 剑剩一个武器斩 全部收个人头 这人头全部被收了 再看一下这凤凰 哎 上骨灰 人马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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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熊猫 但是熊猫来了 这一波 哦 哦 救星啊 救星啊 净化他一下 这边给套子 刚才那个净化 那就给找了 这个时候有没有吹啊 不过好像问题不大 叫一条跳材 两刀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一波就觉得伤大发了 这地方有眼 也是看到了 这边在打洛杉 现在的话 刚才那熊猫的一个出现 也是非常非常及时 你看着要是被天才方打一波团面 是吧 熊猫又是突然出现了 然后这边是打着这个洛杉 拿着五小盾 尖身带盾 20分钟 有双刀 双刀封脸 甲腿天鹰 这个时候 健身还是很强的 而且带盾 那这样的话 就强行打 推到人家脸上去了 刚才这个 小黑在这一堆里面 这个真心没一点办法 冰女大招 配合牛头的线索大 直接把这个小黑给秒掉了 根本也 因为近身了 你这个小黑在里面 是吧 也没法切臂章 而且刚才健身的大招 是直接堆着这边的一个小黑眼上去的 其他的人的话 基本上也是打的有点 打的差不多了 所以处理输出也是第一时间被干掉 看一下这边是直接选择 这边是雅伯顿是直接被秒了 飞机 但是这个点飞机其实不弱啊 健身一个大招直接甩上去 盾打掉了 凤凤凰大招 这边想杀他 但是 健身 哎 健身什么时候买了吧 跳招 没注意到 这样的话这一次跳走 熊猫再次开大 杀掉小黑 然后再次在怼飞机 而这边的话 这个兔子也走不掉 现在要强气冲在眼上去了 这个熊猫的这个地啊 这个范围确实远 真心远 这边再给个奔腾 干掉你 现在盾没了 拿了试试拆吧 诶我 你看 这对面这个兵女也是 就是刚才上去的时间也是 顺便再点了个眼 这样的话 对面的话 全部应该是被点亮了 关键的地方 这里有眼 这里还把眼一封 不让对面打野 看这里也有 这进攻方的这个酱油 对对面的这个野区控制 也是做得很到位的 知道对面飞机这个英雄是吧 刷野能力也是比较强 所以把对面的远古 关键的能够打野的一个点 全部给封了 这样的话 他们起经济的点都没有了 熊猫这边直接上了 这有点凶 就是不服气 但是还是躺了 不过现在有优势嘛 打得相当强势 诶我感觉猜到要躺 猜到往回走向卡一个跳刀 的CD 看看能不能跳走 看看能不能跳走 可惜没能成功 雅伯顿依旧很穷 这边应该是发现了 上面应该可能有眼 这边直接 开始放真眼牌了 这边给套子 小黑这个装备 呃 肉还是挺挺肉的 有必章 而且比较能秀 是吧 但是确实 这出这个装备的话 小黑 就没多少输出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其实也不能怪他 这个点没输出吧 只要是 呃 队友站不住 雅伯顿这个英雄 虽然打那个酱油 但是确实太太穷了 他如果能够肉一点点是吧 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 这边直接强行追上来 诶 这熊猫野太子还踩空了 这是要被直接砍死的节奏啊 兔子 看这边到后排子一个跳 一个抓一个大 紧身了 牛头一个跳大 我去这一个大大N个 这一波应该是要打哥哥了 这场比赛牛的几个跳大 非常关键 啊 这个这一波的话 是对面确实 被追的 站位全都不行了 主要是这个地方 这一波跳大 很关键啊 这一波跳大 对面也没有 完全没有料想到 这边有一把跳大 主要第一个是有眼 然后第二个是 这边牛有跳 那一波跳大 直接把这个节奏 完全给打乱了 本来双方这个 都是打的差不多的 那一波确实打的 对面太伤了 然后 打对面团面 还拿了个盾 牛哥这边再次更新把引刀 现在比赛时间 到了个二十六分钟 这时候双方的人头 比应该有点 差距有点大了 这健身这个点 依旧很肥啊 这边再 再添了一个 暈锤 诶 诶 这边直接上来了 诶 这秒健身吗 健身能秒吗 健身 诶 没秒掉 把这个大招开出来 直接把这个小黑打残了 熊猫直接跳起来 跳到这个小黑脸上 矮不顿还是很关键 直接在给套子 救他 但是小黑 诶 但是健身这个点还没死 棒子放出来了 这样的话回一波血 又有个人打了 小黑残血 还在里面修臂章 但是这个熊猫一直跳踩 直接跳到人家脸上 这一波健身没打死 差一点点 真的差一点点 还真假 这边再次跳出来 兔子一个抓 带着 那这一场比赛的话 基本上到这里 应该是差不多了 看时间 时间也确实不多了 这一局 我觉得吧 首先 这边烈士路这个兔子 确实打的打的很好 主要 兔子这个英雄你要不针对吧 这个英雄混烈士路真的很强 他在烈士路混着好像还 还有一次单上了飞机 那个时候也是卡对面的一个酱油 不在的时间点 是吧 兔子的前妻 飞机这个英雄 虽然是算 算他算是一个长手 是吧 但是他攻击距离其实挺短的 然后每次你要是去A小兵 利用这个补刀去A小兵 总会是被这个离子套给烫到 比女跳大 哎哟 在牛街跳大 这个画面太美我不敢看了 好 街声灭拳了 这边兔子开了个滤杖在里面 啊这样的画面 我觉得可以了啊 因为这边确实也是 网上打出了机器 那这一局其实 下路这边也有一些点 比方说兵女配合剑胜是吧 这个组合打 法线上 真的很强 对面 还好是一个凤凰 比方说是单单一个人马这种 单混的话 这边疊减数 是吧 剑胜开转 这边直接可以躺 所以他们这边选择打一个双裂 我感觉也没多的问题 不然的话 如果是混裂单的话 可能会死的很惨 当然 上路这边是 呃 保飞机 一个兔子 兔子这个点的话 你如果 你如果是想把优速打 打 打优的话 比把把这个 飞机这个点打肥的话 那你就是 放双降游上来 是吧 这样打也可以的 然后 亚伯顿这个点 我感觉 可能节奏 不是那么好 真的 他这个点把这个 自己打的太穷了 这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平时打天梯嘛 都是把自己这个点打肥为主 对吧 但是 磨合到一起打这边的一个比赛的时候 打对黑的时候 就要把 把自己的大哥给打肥是吧 那这样的话 酱油 酱油这个点 可能 我的感觉 他可能是 没很少 没有 甚至可能是没有 没有打过这种酱油的亚伯顿 所以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节奏 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比方说像 如果是他们天才方 他们如果抢了这边的是小牛 或者冰女 他们这样的一个点 可能他们就知道这个这个酱油的节奏点怎么玩 但是雅伯顿这个酱油打酱油的话 很多人可能真心不知道怎么玩 这是事后的时候 这个他们队长跟我说的一个点 就是有些酱油确实 他们拿出来 然后 嗯 他们 可能缺少这边的一个练习吧 那这场比赛啊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总之来说有一点的歉意的就是 当时没有把这个直播给录下来 来看 总的来看这场比赛还是挺精彩的 是吧 小黑的那些必招 啊 秀的还是挺挺挺挺嗨的啊 啊 输啊 就输在这一波团长 我的感觉就是输在这一波团长 然后天才方的这个视野 嗯 是吧 打肉3 可能他们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啊 直接过去了 但是这个地方有眼 牛哥刚好又摸出了跳档 啊 这这一波是一个转折点 本来 应该是天才帮还有优势 就是那一波团的决定了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 那这场比赛的话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野员 咱们下期再见